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VIP事件结束之后 南南把井王爷的所有账号告诉了我们 政府将这些账号暂时冻结 之后将全部用于慈善投放 之后在公安厅的帮助之下 南南和高千爵被送到另外一个国家 隐姓埋名的生活 具体地点连我们都不知道 这也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 高千爵有一笔存款 两个人的生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对于他而言 南南就像自己女儿一样 而南南也一直视他为父亲般的存在 希望这个小女孩从此能够健康地成长吧 澳门方面 对这次两地警方联手打击恐怖分子的行动 大家赞赏 同时惊叹中国猪鳌部队的实力 认为在祖国的怀抱之下 澳门必将成为亚洲最安全的城市 孙老虎的遗体被我们带回南江市安葬 公安部当天颁发了一枚英烈勋章 和他的骨灰一起下葬了 葬礼当天 王元朝黄小桃都穿上警官制服 在肠上一队警察的护送之下 孙老虎覆盖着档期的骨灰盒被放进墓穴 气氛一片庄重苏 孙必兴一直在哭 我轻声安慰他说 别太难过了 黄小桃走到墓穴之前 把手里一束秋菊放下 抓起一盆土撒在骨灰盒上 说 孙老 一路走好 特案组却不会供服你的 然后王元朝来到墓前 拧开酒壶朝墓穴里面洒酒 抓起一盆土说 孙哥 真想再和你好好喝一杯 接着是我 我来到墓穴之前 看着墓碑上 孙老虎爽朗的笑脸 我心中怅然若失 他对我来说就像亲人一样 突然离去 让我有些不敢相信 但生命就是这么脆弱 选择这条路的我们 随时都会和亲人朋友 阴阳两隔 黄小桃 王元朝 宋星辰 我 孙冰心 我们再和这个世界上 最危险的犯罪团伙打交道 也许下一次 这冰冷的墓穴里躺着的 就是我们中的一人了 但我并不后悔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只要能让这个国家太平 付出生命 又算什么 我把一个古色古香的酒中 放在墓穴里 这是爷爷以前最爱用的东西 我一直保存着 我有千言万语 更在喉咙 然而对着墓碑上的照片 却又说不出口 只说了一句 孙叔说 我会把孙冰心 当亲妹妹一样照顾 安心去吧 我们每个人 为孙老虎献上一捧土 渐渐 那个黑色小盒子 被泥土掩盖 队伍最后出现一个 穿着黑色风衣的人 他跪在林前哭道 老孙啊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 一些警官认出他来 惊讶地说 成厅长 成厅长祭奠过后 站起来默默走到队伍的末尾 他是以僧人身份赶来的 并不想惊动我们 打扰孙老虎的葬礼 仪式结束之后 成厅长和我聊了几句 寒暄之后 他感慨了一声 宋阳啊 你知道吗 其实本来能当上厅长的 是老孙 而不是我 我问他 他放弃了 不 他曾经犯过一个错案 人都死了 说这些也没意思 成厅长叹息一声离开了 我在澳门受了一些伤 最严重的是肋骨三处骨折 医生给我包了一圈固定带 嘱咐我最近多休息 不要有大动作 我现在身上有许多的伤疤 每一道都是一段触目惊心的遭遇 看着他们 我总是很感慨 伤痕是男人的勋章 以前听这句话没什么感触 还觉得有些矫情 自己亲身经历过 才深有体会 此时年关将近 马上圣诞节要来了 王大利的店在搞年末大筹编 客人络绎不绝 我回去的时候 看见他戴着圣诞帽 正站在门口招呼客人 忙得红光满面 看见这一幕情景 我心中生起一股暖意 这次在外面奔波之后 回到这里 就像是回家一样 我上前恭喜出 王老板日进斗金 王大利看见我一愣 喜中望外的大叫 杨子 你可算回来了 没有你在的日子 你知道我多寂寞吗 每天就只能听紫禁讲故事 想和你有一样的爱好 来怀念你 走走走 吃饭 我白白手 吃啥饭呢 我又不是客人 看你都忙不过来了吧 我来帮忙吧 我也戴上圣诞帽 帮忙招呼客人 最近又进了一些不少的新货 感觉我的业务能力 又下降一大劫 还好有店员和王大利 在旁边提醒 这一天忙完 我跟王大利都累趴了 他执意要拉我去 吃一顿好的 我问他 落油油呢 王大利说 马上要考试了 忙着复习呢 我笑笑 你们没分手就好 卧槽 你中我呀 王大利翻着白眼 我随便挑了一家饭店 吃饭是次要的 我把这次发生的事情 主要是 孙老虎的去世 告诉王大利 王大利震惊的 筷子都掉了 那冰心妹妹怎么办呢 我叹息说 他母亲早就再婚了 也不可能再跟他母亲呢 现在一个人出门 突然之间成了孤儿啊 太可怜了 经历过亲人去世的我 对此深有体会 那种物是人非的孤独感 真的会让人伤心欲缺 爷爷去世之后的几个月 每当我看着他坐过的椅子 用过的烟斗 还有他养过的盆栽 慢慢哭死 心中真有说不出的难过 王大利突然拍案而起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他吧 买点东西 对了 他没吃饭吧 带上饭去 我诧异的说 现在 卧槽 我白天哪有时间呢 于是我们买了一些 孙冰心喜欢吃的食物 去了他家 可是没想到 我在楼下就看到 黄小桃的车了 当我们来到屋门前的时候 听见里面传出呜呜的哭声 王大利和我互相看了一眼 他有点怯场 问 要不要进去啊 来都来了 进去吧 我敲开门 原来黄小桃晚上把孙冰心送回来 孙冰心回到空荡荡的家 桌上还有孙老虎 看过没有收起来的书 他独物思人 又伤心起来 刚刚黄小桃正在安慰他呢 王大利十分尴尬地说了几句 节哀顺变的话 我知道这种场面 用不上帮什么忙 有陪伴就足够了 这天晚上 我们陪孙冰心到了很晚 黄小桃索性留下来过夜了 之后几天 只要一有空 我们就轮流来到孙冰心家 给他做一顿饭 陪他看看电视 或者陪他玩玩做牌游戏 圣诞节这一天 特案组成员 不约而同地拿着礼物 来孙冰心家里 开了一场小型派对 在大家的祝福声中 久违的天真笑容 又重回到孙冰心脸上 让我越发体会到 我们是一个 情同手足的小团体 您刚才听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有声的紫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